要继续带大家来掌握更多的国际新闻资讯 接着我们用Google Trends带你来热搜一下 看各地网友都讨论什么话题呢 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美国 我们请希姨来帮大家分析 好 美国登上热搜第一名的是这个波士顿马拉松 然后在香港跟台湾也登上热搜的第二名 那么主要登上的时候是因为 如果大家还记得10年前 这个波士顿马拉松发生了爆炸案 对 那时候其实全球都很关注 因为也死伤很多的人 那么在今年呢已经是10周年了 不过赛事的部分大家也很关心 因为在这个美东时间17号上午就开跑这个马拉松 那么之前的世界纪录保持人是这个肯亚的选手 叫做基普·乔格 那但是他今年没有办法未免 他之前世界纪录是2小时1分9秒 那么今年呢这个拿下冠军的是 同样也是来自肯亚的叫做这个切贝特 他是以2个小时5分54秒的成绩爆冷夺冠 那么之前的这个世界纪录保持人 这个基普·乔格 他虽然在出发的时候一直是保持领先的 但是他在过了一半之后 体力就很明显的下滑 然后在30公里左右的时候就被超越 最后比赛只有排名第6 那他最后跑出的成绩是2小时9分23秒 而且这也是他最近比赛最差的一个成绩 那么女生组的冠军呢就是这个奥比利 那他也过去也曾经两度得下这个奥运5000公尺的金牌 那他的成绩是2小时21分38秒 那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今年同时是这个 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满10周年 那么其实在这个15号的时候也有很多的 就是当时这个受难的可能家属等等的 他们也有到这个终点线还有现场来举行一些纪念仪式 然后在这个市长的陪同下他们也有游行 然后到这个现场所以也登上热搜话题 对所以美国关心的是这个马拉松开跑的议题 好接着我们来看英国 英国的热搜话题就是Johnson 为什么是他 他不是已经辞去了这个英国的这个首相的位置 那其实对2022年的时候 他因为很多这个丑闻缠身就下台了 不过他现在大概是用这个演讲费 来赚这个演讲费的方式来维生 但是因为他自己有想说再投入政治 所以目前他其实是这个阿克斯乔与南路易斯利普的议员候选人 不过他的民调在这边不是非常乐观 所以很多人都在思考说他是不是会转战另外一个区域 因为另外一个选区 这个保守党的这个资深议员豪威尔他已经宣布要退休 不会寻求连任了 那这个地方又是保守党的铁票舱 所以很多人说Johnson可能会直接转投到这边 所以有传说他有意吃下铁票舱 那也成为了这个大家的热搜话题 我觉得Johnson真的是退而不休 就虽然已经辞去了这个首相的位置 但是还是不断在政坛上有一些讨论 有时候还会报一些密集 他的名气就是大家很耳熟能详 不管是其他国家的人也是这样 当时这个疫情的时候他就讲那个群体免疫 对不对轰动 我觉得他自己马上就染到新冠肺炎 所以这个东西一直让大家都印象深刻 所以这也是英国的热搜话题 好接下来看到日本的热搜话题 不知道伊伦有没有吃过这个乌龙面叫这个顽龟纸面 有 有对他登上热搜话题 为什么因为他其实不只在台湾很有名 他其实在日本也是蛮有名 登上热搜主要就是因为日本朝日电视台 他们有一个节目叫做周一下班探险队 然后他们就在讨论这个顽龟纸面 就让现场的来宾来猜说 这个这么有名的乌龙面店呢 这个顽龟纸面前十名的菜单是什么 那其实当天节目上有来宾才第三名 应该是他们有一个很多人吃乌龙面都会配的天妇罗料理 但是结果出来第三名是炸鸡 那前两名当然是他们的这个招牌的乌龙面嘛 因为毕竟这个店是乌龙面店 那但是虽然说这个天妇罗料理没有拿到前三名 但是其实很多人就有讨论说其实顽龟纸面的天妇罗料理 非常的受欢迎 甚至有人说他就算连冷掉都还是好吃 那还蛮厉害 因为他是炸物嘛 炸物冷掉通常就是大家就不会想要吃 然后也有人说就算说他去顽龟纸面没有点乌龙面 还是会点这个天妇罗料理 所以可见这个非常的受欢迎 真的天妇罗料理这么好吃 对我们下次也可以吃吃看 因为我们好像都没有这样子 都是主要都是吃乌龙面为主 所以不会特别去点一个配菜 就现在配菜变主角 没错讨论度很高 好我们接着来看南韩的热搜话题就是首尔航空 这个讲到首尔航空一定都知道 因为现在当然疫情这个结束之后 大家都疯狂的出国玩 那会登上热搜话题不是什么股价 是他们的这个票价非常的便宜 好这个17号他们宣布18号要开卖零元机票 哇这种三年前的这种感觉又回来了 对就是大家开始疯抢这样子 对那这个出发时间是7月19到7月20号 那只需要付燃油费 还有机场设施的使用费等等 那10点就开卖像是东南亚的航线 下午2点再卖日本航线 然后会卖4000个机位 好那我们就来讲一下它到底是多便宜 其实这个仁川飞东京的成田机场 大概是新台币1282元 哇 哇 第一讲哇代表很便宜是吧 还不错吧 你看这我就没有什么概念 你比较常去日本就有概念 好那当然还有这个仁川飞大阪则是新台币1192元 然后飞东南亚的长滩岛则是1615元 我讲的都是新台币 所以大家说这个价格是砍到快见过 所以这个消息公布之后为什么会成为热搜呢 因为大家都在搜寻 所以马上就成为南韩Google Trends的关键字第一名 所以可见大家疫情结束之后真的是闷太久了 最近机票真的是大家非常关心 因为那个ANA也最近有爆出一个bug 就是它越南的网站 商务舱对不对 头等舱 头等舱 然后来回它bug出现可能只要三四万 甚至买一万多块就可以打 而且ANA还认赔 就真的让这些人用这么便宜的价格来打这些 好那新衣有没有买到 我没买到 那这网友有买到下面留言咯 对 好这是南韩的热搜话题 好接下来再大家来看到香港 香港登上热搜第二名的是道香 这不是一首歌 这是他们这个香港粉岭壁湖商场的道香茶楼 会登上热搜呢 主要就是因为17号早上他们早茶的时间 结果他们的这个8公尺长2公尺宽的假天花板 突然掉落 我可以想像是真的是蛮惊悚的 因为大家在吃饭 然后看到这个图 这就这样突然砸下来 这个下面的人也太 对 而且其实那时候还蛮多人在用餐的 但是还好没有人员伤亡 不过也有讲说真的是很多民众会吓到 因为那个时间其实蛮多长者在用餐的 对 你看你旁边这个图就有一个 他是要拿拐杖对 所以代表行动不太方便 对因为很多长辈嘛 然后他们就是现场也有民众来拍拍影片 就看到很多行动不便的长辈被吓到之后 赶快扶着这个他们的这个助行器 想要赶快离开这里 但我们刚刚讲还好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那他们现在也在调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原因造成 那这个稻商集团他们就有讲说 其实他们所有的工程呢 都是经过专业工作人员有验收完工的 所以其实这些原因都还在调查中 但是他们现在这个酒楼就是暂停营业 要等到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之后才会恢复运作 然后香港他们的这个乌语署的发言人也有讲说 他们检查就整个结构其实是没有明显的危险 那他们现在就是要勘测 然后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原因 就是希望找出这个相关发生的状况 蛮惊悚的 吃东西是要啪这样掉下来 真的会吓一跳 还好没什么大 不然这个可能不是只有GoogleChance的热搜 我觉得它应该是可能是因为是木板的结构 所以相对来说没有这么重吧 我在猜也许 对有可能 对好吧 反正这种就是一个安全上的问题要赶快来解决 好接着我们来看台湾 台湾的热搜话题是黄海 黄海其实距离我们有一点距离 所以大家还会搜寻也是蛮特别的 我想应该也是最近两岸的情势又开始出现一些比较敏感的议题 好这个中国大陆的青岛海事局在17号这天公布说 我们18号早上9点到12点要举行一个重大军事活动 所以这个禁止航行马上就发布 然后大家就知道说他们要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些军事的演练 好那我们这边的国防部也是持续在关注 所以发言人就说台海周边的海空域动态都会以非常严肃跟谨慎的方式来应对跟处理 如果对区域的安全跟台海安全有重大冲击 会适时运用发言的系统对外来公告与说明 好因为早上9点到12点这个区域大概是三个小时时间 不算非常长而且区域也比较小 所以有这个大家就有讨论说应该是他们内部的一个操演科目 不过其实我们这个前一天的节目上有特别讲说他们在这边可能是因为G7的外长会议 就在日本亲警则 所以有可能也是对此来做一些这个宣誓说你们在那边乱 我这边也要来秀一下肌肉 有可能是这样 当然这个要看中国官方正式的说法是什么 但我也知道他们不会说什么 所以这就是大家讨论的话题了 好接下来大家来看到的是新加坡 新加坡刚刚Eran有讲到这个G7外长会议现在在亲警则来举行 那他们另外还有一个G7的能源环境部长会议是在日本的这个北海道杂晃来举行 那么讲到这个环境其实大家就很好奇说 到底有没有讨论出个什么结果 那他们现在呢是有承诺说要加速的逐步来淘汰 没有加装碳补桌跟碳储存装置的化石燃料 希望最迟到2050年可以实现所谓能源系统的净零排放 那当然他们也呼吁其他国家一起来采取这个减碳的行动 那么在煤炭的方面呢这个就有一些分歧 主要呢其实他们成员国都是同意说要采取这个 优先采取具体和及时的步骤来加速淘汰国内未消灭的煤炭发电 那他们当然就是希望在2035年之前可以至少实现主要电力部门的非碳化 那在法国的支持下呢英国跟加拿大他们是提出了2030年为了要彻底淘汰传统煤炭发电的最后极限 但是日本因为日本我们知道它的能源几乎都是仰赖进口的嘛 那他们希望说这个液化天然气可以至少作为一种所谓的过渡燃料至少10到15年 所以他们也会继续的使用这个煤炭火力发电 所以在这一次这个G7的集团会议上呢 其实是没有定出提前结束燃煤最后的一个相关的期限 那么这也表示说其实各国还是会依靠天然气来补足潜在的能源短缺 每次这种环境的会议有谈到最后就有一点没谈 对因为这跟大家的这个发展 还有利益有很大的关系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